自由操分别有这个八个动作来组成 其中自由操必须要有五个技巧类的三个舞蹈三个以上的舞蹈动作来组成 这也就是说你一套动作不能无限制的去做更多的动作 法拉利今年已经二十岁了 我们最后一次在比赛赛场上看到他是08年的这个这个北京奥运会 当时呢他个人权能是11名之后参加了一些比赛都不是特别重大的比赛 也参加过了一些世界杯的这个系列赛和还有这个欧锦赛 在这轮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各支队伍 比的项目不同 比如说第一第二名俄罗斯和中国队呢比的是跳马 第三第四名美国和罗马尼亚呢比的是高低杠 然后到了第五第六英国和澳大利亚比的是平衡目 每个国家呢都是各有三个项目打头 你比如说现在第一名第二名的俄罗斯和中国 跳马是俄罗斯在前面做 到高低杠就是中国队在前面做 然后再做后面两个项目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轮次 好现在呢到中国队比跳马了 首先出场的是江玉元 他的动作的编号是435 起平分是5.8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434 按规则呢如果你翻错这个号码以后也不扣分 好反正非常出色 从这个落地上来说仅仅一小跳 顶多规则扣0.1 从这个中心轴 当然我们电视画面给的很丰富 你看他基本上是在中轴之内 这样的可以不扣分 如果他有三条线 中线是就是正中的线 如果一只脚出了那个边线的话 就要扣0.1 如果是有一只脚比较大的就是0.3 如果两只脚都落在界外的话 就要扣0.5 这是对中轴的一个扣分的三条线的一个要求 是的 那么这条中线呢是以前前几年都没有的 在近两年开始呢是在跳马的落地区 给他再画出了一条中线 我们看江玉元他的空中的高度 也还是动作比较完整 他没有分腿 现在落地区成一个T状 就是放射型的越往远越宽 落地的你的这个范围就更加富裕 因为跳马进行改革以后 现在的撑马不像以前的就是狠马的话 就撑手这个区域比较小容易 这个运动员不容易发挥 现在这个撑马的位置比较比较大 所以说他就要求你尽量的准确要一定要落在中心线上 让你撑着边上当然不会出危险 但你会落到垫子的边缘上 这样的话就要求你动作更加的准确 江玉元得了14.90分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跳马项目 如果光从难度上来说呢 中国和俄罗斯相对来说有一点距离 但是呢还要比完成质量 现在我们要看到就是黄秋赏的跳马 同样也是这个动作5.8的难度 好 完成的也是不错的 仅仅的也是一小跳 对 而且我们一会从顶级位来看一下 落得特别整 他的空中的高度要比江玉元还要高一些 按照正常的打分会要比江玉元要高一些 好 我们从回放中来看一下 基本上两个脚都能够落在中心线上 往前一小跳 蹦了一点 这次黄秋赏在团体项目上应该说也是身负重任 因为呢他要比这个跳马高低杠 还要比自由操 他也是中国女队近两年涌现出来一个全能型的选手 他的四项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